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废了 她渐渐忘记了很多事情 可是始终记得自己是一个作家 有一天男主发现隔壁有一个胖子 他拿着一个锤子在砸墙 胖子说这面墙设计的很不合理 所以自己想要把这墙给弄塌 而且之前自己也是一个作家 还发表过小说 可是男主根本就不相信 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年轻的妻子因为生病去世了 丈夫非常疼爱自己的妻子 他并不相信自己的妻子就这么死去了 然后再通过电击 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方法把自己的妻子救回来 见面之后男主向编辑说出了实情 还说小说并不是自己写的 还是那个胖子 编辑知道之后就暗中观察 聊过之后男主好像也看开了 就去找编辑出书 进了编辑的办公室之后 他发现小说已经出版了 作者不是男主 而是编辑 他立刻状告编辑剽窃自己的作品 而法院最终判决 是编辑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私欲 不择手段 采用勒损自我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